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來到第二隻球星和仁小修我們倆 先撐住牆 這次由開始先說 各位球迷最關注尤其是大部分的愛隊 有份參賽者 我們兩隊都成功進入八強 就是捉獎杯的賽事 捉獎杯速遞快步 首先星期六 頭場搬尼對著林肯成都爆了很大的冷門 就是搬尼主場一向很厲害 今年英超戰 對林肯成一定沒有刺牙 誰知不是拉來拉不進不止 還要臨尾被林肯成一球 搞定了 亦都爆了大冷門 也就是林肯成成為唯一對非職業的聯賽 入到八強的賽事 至於米道士寶 其實都差一點 米道士寶對牛津聯 一開始2比0很輕鬆 誰知牛津聯3分鐘內入兩球 對2比2 又是最後米道士寶才入多一球 搞定3比2 再贏 對3比2險勝 另外一個爆冷戰果 相信就是李斯特城的頹勢 延續到足中輩 相對上有10個輪換 但輪換之下 看來都沒有好結果 亦都繼續聯賽頹勢 作客1比0 輸給低組別的米和爾 賽後也有些李斯特城球迷 很憤怒 要雲尼亞馬上下台 嘩 都頗不念人 對 上年你捧到人家上天 直接是神的感覺 現在你這麼差 就不要了 打完競爭就不要和尚 不過最慘的是李斯特城 對場一次入球 都不知道數到幾時 真的慘 而且這場米和爾 在五十多分鐘 竟然拿了一張紅菜 其實打蕭過 和你打半個小時有多的賽事 你打他不贏 對 另外曼城 亦都少少冷悶 作客英冠 其實今年是黑馬 也算表現得不錯 今年英冠有機會 在星班附加賽見到他們 0比0打和 要重賽 去到曼城的主場 我想到時候 曼城就沒什麼問題 至於車路士 清風送爽 2比0 全力出戰 車路士 你見到這麼多場競爭 很少做特別大的輪胺 輪擊 輪完之後 你還看到有柏道 韋利安 發比加斯 我們這些球隊輪完之後 你會見到一些 平時小踢 例如艾蘭尼 輪胺 上同正選過 是有級數的分別 我們這邊會見到什麼 施數高 爭神 真的有些不同 車路士不是他輪圓 他巴輸阿姨打前鋒 還有兩邊 柏道韋利安 中場獲罰給加斯 始終真是 今年沒有歐聯打 沒有歐洲賽 真是全力跟他打這個杯 正如摩連奧所說 他也沒有其他東西 所以車路士 輕鬆 2比0 我覺得 其中車路士 最慘的球員 我想現在整隊球隊的氣氛 這麼好 最傷心的應該是巴輸阿姨 大哥 連足總盃就下隊狼隊 這些賽事 不要說有沒有機會上陣 這場是後備上陣的機會都沒有 不要說有沒有正選 應該是說 連後備上陣的機會都沒有 真是慘 巴輸阿姨 我覺得是一個不差的球員 真的 季初又傳過熱誌 又傳過阿仙奴 我記得 又傳過這個譜 傳了大隊 他突然間簽了車路士 簽2千多3千萬 當時可能以防迪亞高哥斯達 可能會骨美十地離開 但最後保持到他之餘 巴輸阿姨 只是在干地手下 一開始 我記得 球季初 車路士有些浮沉的期間 那段時間多些上陣機會 但自從連勝那波之後 還有去到現在 基本上是後備出來幾分鐘 四五分鐘十分鐘 其餘時間都沒有出場機會 即是說完車路士 他們八強 面對的對手 就是曼聯 曼聯 曼聯 也有驚無險 2比1 反勝了暴力搬流浪 宋利勤就在外地 用這個 顯露魔性 魔性澎湃 用不知什麼台體 這場球 又是靠伊巴謙莫域 下半場 就出來打球隊 想不到到現在 這陣子都三十多歲 我想季前 沒什麼人想到 到現在 沒人想到 到現在 他仍然有這麼大的影響力 在球隊上 很少人會猜到 還頂不頂到整季 很多時候大家會覺得 最多頂頭十場 比你威盡又怎樣 想不到到現在 二幾球 三月 根本沒有停過 他的表現 嚴格上跟他在巴黎 聖日二門 沒什麼分別 我懷疑他是不是聯賽 對他來說是一樣的 今場球隊比較多球迷 批評 可能連加特的表現 似乎這陣子都比較沉 一來上陣機會少 二來就是 今場就算有上陣 但在前場發揮影響力 我相信球迷都會有少少失望 少少怨然 好像陷入了瓶頸位 上季雲高爾用到風生水氣 雲高爾底下 年輕人是最得益的 但今次轉回摩連奴 年加特的表現 似乎不伏去年 我自己覺得 年加特 之前也說過 其實我自己覺得 沒有什麼特別強的技術特點 簡單來說就是 周深都沒有把力 唯獨是一樣 我覺得可取一點 就是他的勤力 他肯向你搶 向你跑 向你博殺 就是他唯一的 比較長處的地方 但現在摩連奴 這一對手下的曼聯 已經跟上年雲居那隊不同 因為人腳又多了很多 今年又是米基達恩 甚至是馬達 這些 其實這個位置何時才輪到你 這個所謂 連加特 這位所謂清分小智 真是敏少少 甚至就是馬斯亞 這個還未有得出 華舒福 這個還未有得出 我覺得 你的表現還要這樣的話 我將會遲些 速中會見到你 可能性都低 好 那你的外隊就交給你 對阿外隊就 作客 對富咸 我當然要 倫敦打比 亦都是入三球 亦都是他首次 在倫敦打比入三球 想不到倫敦打比三球 不是對阿仙奴 對車路士 不是 是對富咸 我寧願留下高塔 對阿仙奴 對車路士才用 你對富咸用 做甚麼 還有這場球 我自己覺得 輪換上又做得不太夠 雖然你說 還有一個星期讓他休息 應該說 所謂一個星期 因為你中間做好場 他叫庚特的歐巴尾賽事 真的要搏殺 我覺得 出到這麼盡 人們是否差少少 但唯獨是整場球 我覺得除了 當然是入三球 值得開心之外 我覺得最開心的是 見得回華湯根 因為始終之前 突然傷了 真的見到傷了之後 那幾場輸球 都很關鍵 就是沒有了他 或者贏不了球 我自己覺得也沒有了他 現在有他 我就頂了很多 或者華湯根 搭著艾德維特 大家都是比利是球員 還要阿即是當年一起踢資 所以艾德維特肯來 就是因為 當時華湯根 出盡了 不停落口水 說快過來 你二次二次很開心 不停欺騙他 才過來 沒錯 除了巴舒亞爾 兩個最失意的前鋒 應該就是你們的後備前鋒 雲信贊神 這場有放後備 但還是沒有出場 我記得 我看回有些報道 賽後也有人問 寶哲天奧 為何你不出 雲信贊神 他的解釋就是 他在訓練的表現 還未夠好 我答到你 因為他真的不夠了 說完 不需要說太多 我之前都很支持他 但現在這幾場 你看到上次對韋金比 表現又真的敏 很難再出理 那些河甲來駕貨 真的很飄忽 猜不到 亞方素艾維斯 雲信贊神 基士文 這些全部都不行 很多伏 蘇亞雷斯 好 雲虎斯 好 雲虎斯 好 雲虎斯 朗拿道 這些可以 甚至古字 這些都可以 對 一是很厲害 一是很廢 一是很廢 好像沒什麼中間 比較奇怪 另一隊是李愛隊 作客 去到人造草 都贏2比0 前面是凌晨球賽 贏是英分 對著非積葉球隊 贏2比2球 可以 有些球迷說 對著非積葉聯賽 是不是應該炒鑊金 但是那場球賽 草地質素 只是一般 另外 對面施頓聯 知道是亞仙奴 為什麼捉獗杯 有時候好看的地方就是這樣 捉獗杯 大家有連資的球迷 都知道他不是雞辣 有时对于新的球迷说 竹种杯只是鸡仔赛事 与联赛杯差不多 但其实不是 我觉得在英国人的心目中 竹种杯真的有它的分量和价值 亦出名是爆冷温床 以往103-104牛津联也入过8强或4强 今次到室盾联主场 放下擂台对阿仙奴 其实赛前大家都已经熬得好行 又肥仔弄门 身心没出道 但他也抢了镜 因为在后备席吃派 现在好像竹种那边会查他 好像是违规行为 在后备席吃包 很奇怪 这场球在阿仙奴发挥 还可以了 一半半 佩雷斯成为今季第一个球员 在几项赛事都有波入 云嘉你想想 佩雷斯每次出席都和你有货交 是否要考虑多一点 用多一点正选 我只认为他也值得了 也恭喜和仔 入了这球 100球大关 我唯一救病就是 迪布基和梅迪萨卡在这些比赛 都赢2-0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出他玩 不出他们两个呢 打算不用了 两个球员 我觉得 在这些比赛之下 当然云嘉可能的关系就是 人造草 待会有伤 所以迪克也宁愿让他打 云嘉三对李子特成也不让他打一场 对了 这场球其实也没什么好说 所以赢完之后 又幸好 八强主场 对另外一队非职业的球队 就是林肯成 到时应该都是 应该清风送爽 另外三场就热刺 阿尊又会对米和尼 亦是好签的 另外就是米道士普 会对着克德斯佛尔德 和曼城的胜方 代表曼城就要赢 都要再做一场作客 以他这场作客这么差的表现 随时你持这对米道士普 作客又赢不到 只要他自己又要踢得多 但现在这样看 打得很散 有机会四场是阿仙奴 车路士或者曼联 热刺 加上曼城 我想是近年最好看的四场 我觉得起码有几场 好有竹竹性的赛事 尤其是16球的时候 都已经很特别了 八队英招全部打运 全部分开了 对另一些非英招的球队 这也是好事 自己的球迷都对杯错好事 起码吸引力会大一点 在投棋 说完这个足够杯 再说另一遍 不要说德甲 德甲先说是当蒙特 清风送爽赢三球 其实赛事没什么特别值得说 我觉得都是球队打得很好 很fit 人具很爽 当蒙特真的很飘忽 但是 之前跟大头都说的 其实这群球是否有点流力去打欧联 因为经常觉得这群球的实力 应该不至于我们在联赛 看到那种质素 应该是再打好点 但是这场我自己 交足货 打得好少 这个表现真的是球迷 悶悶尔球的表现 打到清风送爽 一路猜一路玩 玩到对面 好像是散散 会不会是为了南汉台的球迷出一口气 南汉台这场 很特别的就是坐了那些幽灵鬼 为什么呢 就是没有人 南汉台是空的 那明时南汉台就是 多蒙特这个球场 一个特产 甚至是一个信号的标志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多数都会有些很特别的图案 弄了出来 甚至球迷喊得很厉害 这个就是他们的特别的地方 但是 为什么这场球变了空 就是因为上一场 他对着来比射球的赛事 有些多蒙特的球迷 就拿石去扔一些来比射的支持者 其实就有28个人被捕 虽然那场球赢了1比0 但是也有一些帮助 甚至是骂对面的红牛的一些主席 就是很多的侮辱等等的字眼 所以导致足种 唯有罚这个多蒙特的南汉台 不给8人这场球 甚至还要再罚他们8万5千欧罗的罚款 其实我相信钱就不是什么事 我觉得一场半才是 这场球赢了3比0也没什么特别 所以出道来 对于当伦敌来说真的没有双大雅 这场球要赚的就是 我仍然也有赚单单给你 表现真的非常之好 真的打完 你看到那种青春和活力爆发出来 你看到那种球赢了 现在有些 我觉得他的表现比赢尔斯 很多场都是这样的 希望保持是这样的 因为年轻的法国 我相信很快都会成为正式挂脚的 他这样的表现 看看奥巴美洋可不可以找到射门鞋 因为因为周中欧联那场 奥巴美洋就真的 4-5个黄金机会 直到12码都射到射中间 希望如果未来欧联要多蒙特反级 奥巴美洋可不可以及时回涌 是一大关键 至于多蒙特对着对手和夫斯堡 任重道远 这个重建之路 下半季换了些血 但暂时的表现不过不失 还需要一段时间观察 至于另外一对强队拜仁 继续在联赛很闷闷水的表现 虽然周中对着阿斯鲁那场 统治力大法 完全按着阿斯鲁来打 打得很好 但我们周中节目都有说 其实不是白人打得特别好 而那场阿斯鲁真的差 打得很差 表现真的不好 而导致白人可以这么轻松 入到5球赢5比1 但这场球对哈佛柏林 表现上明显是绝对比阿斯鲁好 打出后车 不是说什么中心阿斯鲁 不是 而是真的打得很好的 这队是哈佛柏林 虽然 他很早已经拿到1比0 伊比斯鲁 但是 入了1比0之后 他们是不是只是缩那么简单 不是的 他们继续跟你攻 继续玩两边 尤其是左右两边的一些 不停的直线插落底线 这招他经常用的 这场球 你会看到 这场球对比两个人 就是对比哈佛柏林 前锋伊比斯鲁 和对比这场正选 为8人上阵的梅拿 搶点的能力 差很远 梅拿真的有很多 横出球出来了 譬如 那个是谁呢 就是出来一阵的尼云道夫司机 人家就报到那一点 你呢 打了整场一点 我未见你报得好 不知道在看什么 今季的梅拿比较真的差得很离谱 好像对现在得格不得一球 我记得我们上集球星台 都已经说过梅拿的定位 和他那个状态的问题 似乎都是安策乐提 和路维 甚至路维都会很担心的一件事 路维其实今场 没有记住 好像是有入场看这一场比赛 见到梅拿这样的表现 怎算呢 怎样吹谱他呢 哈佛柏林要赞一赞伊比斯维 今场表现非常之好 我都没有打算 因为伊比斯维 其实在这场球入球之前 是经历了一段低潮时期 即是季初很健康 入了很多球 但是去到 我想揭冬之前 甚至揭冬出来之后 是跌了球 没有入球 是没有入球 但今场球突然之间 又打回 即是希望他继续这场球 对于哈佛柏林 赚上去 赚上去 首四名 如果这场球 虽然和了 但跟第三当梦 跟第四学分咸 都是欠三分 至于 拜仁 就叫做 好彩 原本想着 有机会被追近一点 但是又 雷云道夫斯基 保时阶段 那个球 人们就说 犯规那一刻 已经5分09秒 但是保时是保五分钟 这是其一 其二 球迷就觉得 不要玩了 得甲 保时 最多保三分钟 保五分钟 你玩东西 即是 得甲问题 不是借一保的时间 大家觉得 得甲到后面都不保时 即是 够钟就吹 甚至89分多都吹 这是得救的想法 特色 特色 但大家值得留意 少看得甲 只看精华展 大家就不断 吹吹吹吹吹那段精华 尤其一分钟发生的事 只看了那段 你就会觉得不合理 但是 今年有留意得甲 就知道 今年开始 得甲 因为严谨规定 是需要補足的时间 希望跟着其他联赛的一些做法 始终就是 德甲的球会 德国的球会 出去打一些欧洲赛 或者打一些世界赛的情况下 人家都是有保时的 没理由 你自己说一套根本没有保时 还要是 保持是合理的一件事 因为真的有很多拖延时间的情况 你要做这些 也是球例写到明 譬如 每一个人有30秒的时间 要補回 这些也是球例 可以很八折一折地写出来 其实为什么说那个球 你也听回那个球 其实没问题 我自己觉得没问题 那时候入球 而是合法 我觉得是正路 为什么呢 因为犯规那刻 虽然是95分凌几秒 但是其实 在这五分钟的保时里面 哈佛范是有换过人的 亦都在里面 吹过好几次 吹停了某些事情 其实真的有些 时间是被流失了 我觉得 去到那个时间 你被犯规那刻 原来是95分钟 还未过半分钟 就算我当是5分半钟 因为你换过人 对吧 補回 那是对数 让你开罰球 只不过在罰球的情况里面 这里又争执一下 那里又争执一下 这里又说两句 那里又说两句 但是令到球开出来之后 入到那刻 去到五四十几五十几秒 都是因为哈佛范范 你搞出来的 然后你就假扮可怜 我们很惨 这样被人入 我觉得 避免太过了 现在回想起 其实都 今次张德和 安采乐体有功劳 因为那球球就是 后背换入的京士 李高文 一下子爆到底 逼到对方 2号 给卡利 那一下是Fever式铲 铲中就漂亮 但是铲不中 最终留下的伏钱 那个处理都处理得好 是有心思的 即是 稳定洛奔 在后面 按下葛草式的地球 本来打算那一刻就搞定了 那之后 撒一撒一撒 然后 彈彈下波子姬 彈回律云道夫姬 而且他撿那一刻 人已经半浮在空中 打横地 都会被他撿到 这些真是抢点 梅娜 我自己觉得梅娜练波 自己都不好意思 看到阶段的这么辛苦 我可以在阶段的走路 其实是抢不到 哈法柏林 除了球员很不服气之外 因为林美香 其实哈法柏林真的打得好 那场球迷也不强 所以 赛后也是小风波 话说 哈法球迷就罵了安插乐题 安插乐题 老马有火 你当我伤害 就一个 不好意思 在镜头前做 他举中指 对了 然后就对着球迷举中指 赛后 做了又不下扬 安插乐题说 是啊 我是有举中指 吹啤吗 他说 吵架 吵架 他说 那是对的 难道任得你骂什么 你又不是我那阶段的球迷 我真的要吐起楊眉 逼和你 是你不开心 我给你多兴奋 虽然 拿一分未必是他们这场目标 但到这时候 林美香竟然还拿到一分 他们值得开心就是正路 是 现在都带着有赢球 莱比锡 五分的领前优势 其实都很稳定 你见到今年我们经常说 百人又无端端 又失分 又和一下又输一下 其实今年由于 另一支 我觉得本来最有机会 和他抢的 或者另外几支 就当蒙特 利华股信 和普斯堡 这些赢球 这些赢球 都真是一样 所以导致他在前面都很稳定 虽然今年真的是一个弹起来 尤其是今年才升班上来 大家都知道他背后很多钱等等 但是 第一季上来 大家都不会觉得他真的有能力 莱比锡 哈花 利华股信 多蒙特 甚至后面上去 萨金山的科龙 或是零四 你不敢说 不可能 所以德甲其实都很精彩 亦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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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星辉争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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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